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空气清新鸟语花香 青山绿水的 看看 周围全部都被这些秦山环抱着 而在我身后呢 这里呢 看见没有 有一个非常大的记 是佛 听说这个佛记是有佛教会长写的 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旅行 它是西字上最大的佛记 这个前衙峭壁 别说我们爬上去 像它是怎么把这个记写上去的呢 你记得吗 我们再往这边看 在我前面这里 玄崖峭壁的中间 既然有一座建筑城 建筑城的后边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面既然也建有房子 听说像 在这一带 像这样的山洞 有三百多个 而在这个房子 就是这个建筑城的右手边的上面 还有一个山洞 这里看过去是金光闪闪 你记得里面是什么呢 原来里面是有五百尊罗汉 他们可真会选地方 会选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来 而在我身后这里 要看看 这里还有一个祈堂 和花马庄就要盛开了 这个季节来到这个地方 真的是不冷不热 空气非常的好 可是大家有空 也可以来来这边看看 这里就是广西逸林的都小山 城市领队的都小山 在这里就是小山湖 小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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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山湖 小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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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山湖 小山湖 小山湖 欢光秀丽,而且它的历史文化其实特别的隆重 关于这边的更多的奇人奇事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 还是需要你自己亲自来体验一下的 好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